15場 也都不多了 六月份呢 比賽的日子還特別多 這個球 現在看到忍不住啦 收不回來 三千出去 相當具有引誘性的一個變化球 最後掉的位置的確是夠理想 大會從膝蓋的高一步度開始往下掉 當然以呂舞來講的話 手臂能力的確是不錯 那要如何利用自己的腳程 跟增加這種 球棒的控制力 與球來的一個contact的機率 我想對他的一個打擊 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接下來葉丁人要面對的是 第四輪的第一棒 楊宗賢 楊宗賢呢今天是 TIM出賽 前面一次的打擊 是打到一個投球前的穩定球 這個球出手 一點邊線 出界 再計好球一個 剛剛講到在賽事的部分 目前四隻球隊裡面 剩下場次最多的呢 就是兄弟跟信濃 還是下十五場的比賽 那統一師隊呢 目前已經進行了五十場的比賽 所以表示他在上半季 還有十場比賽要打 至於在LAMIGO的部分呢 是還有十四場比賽 今天的比賽之前 這場比賽呢也是 統一師跟兄弟相對 本季第十七度的交手 好 勝利軍在本季對上兄弟相對 前面十六次 贏了十一次 基本上也是 站上風了 今天的統一師 在上半季拿下鳳王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球在二點方向撲下去 沒辦法攔到 楊宗賢這個球 打得不是很強勁 但是角度刁鑽 安打前八位啦 敲出了這場比賽 統一師隊團隊第五師的安打 真的面對這個 掉這麼漂亮的直插球 還有辦法掌握到球的弱點 球棒的控制能力 這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如果是能 如如能夠掌握到 像楊宗賢這樣一個 攻擊的技巧的話 對他的打擊來講 一定會有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看到 以楊宗賢他揮棒的軌跡來講 是有一點類似看幾次 但是他面對這種 比較偏地的變化球 原則上他還是有辦法 把他打得這種 穿越安打 代表他在 控制球棒的過程當中 來講 一定有很高的 擊球的準確率 接下來夜定人要面對的是 今天有 JENA演出的小豬 朱元晴 本是一個人的手轟 在今天出爐了 那隻拳力打 這隻有稍微拚高 鷲元晴在今天呢 敲出了那隻拳力打 自己也都還滿意外的 輝王落空 再記好球一個 定人球機對相葉丁人 投打對決 朱元琴其實 打葉丁人打得不好 而且在擴大來看 生涯十次的對決 十個打數裡面 沒有敲出現任何的安打 另外還有四次的三陣 所以朱元琴跟葉丁人對戰的打擊率 勝利 生涯還沒有從葉丁人的手中 敲出彎打 回放落空 照著歷史的數據來走 這邊又遭到葉三陣 結束了這個半局的進攻 沒有攻下分數 目前還在七分差